食安又出包了 在台中百货美食街的泰式餐厅 竟然出现老鼠 那当时是有民众到餐厅里面用餐 没想到呢 竟然在餐厅的地板角落发现一只老鼠 民众真的觉得相当的夸张 立刻拍下画面向餐厅来反映 对此食安处接获民众投诉之后 也将派人到店家里面来稽查 但如果查获不合格的项目 也会要求业者来限期改善 复查如果还是不合格 依法会来处6万元以上 2亿元以下的发环